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在中国时间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锥肩盘突出是骨科多发病之一,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和不便 而且病人有年轻化的趋势 那今天我们就要请华盛顿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杨军医生来和大家谈谈 如何预防和治疗锥肩盘突出的问题 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问题或者发表您的意见 参加节目的方法是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之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欢迎回到保健原地 在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之前 先来看一则和今天讨论话题有关的报道 美国每年有40%到60%的成年人患有脊椎疼痛 有超过100万人需要进行脊椎手术治疗 而一项新的技术为患者减轻了手术带来的痛苦 同时也缩短了康复治疗所需要的时间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Larie和他的狗总是形影不离 我的狗为我付出的比我多 可是也正因为养狗才发生了意外 有一次狗把碗里的水弄洒了 我划了一跤脊椎键盘挫了胃 虽然后来进行了矫刃 但是也落下了病根 我再不能和狗玩了 也不能骑脚踏车了 医生说Larie当时是一筹莫展 传统手术需要很长的切口 而且要34个小时 恢复也很慢 幸运的是 Larie的情况很适合一种名叫 腰椎融合的手术 这种手术的切口还不到一英寸 手术时间也大大的缩短 术后恢复也比较快 高尔医生说 病人很快起床走动 很快出院 医生通过小小的切口就能够把损伤的脊椎键盘 清理干净 再用病人自己的骨骼或是骨骼增生剂来填充 然后用一个螺栓将两个螺钉固定住 Larie说 手术之后感觉立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沐松病床上醒过来 立刻发现之前的疼痛没有了 而且康复也只用了两个星期 太好了 我的生活又恢复正常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现在呢我们就请专家来谈谈 如何预防和治疗肩椎盘突出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演播室的嘉宾 是来自华盛顿退伍军人医疗中心的杨军医生 杨医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 我很高兴在这里 非常感谢今天是周末 那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 就是什么是椎间盘 它的构造和作用又是什么 椎间盘是处于两个骨椎之间的 一个缓冲的一个软组织 它中间有一个纤维环 然后呢还有一些水盒 其实比较含有水性的物质 它主要呢就是起一个缓冲压力的作用 一般来讲这个纤维环和这个水盒组织 都是比较的坚固的 他们有试验就是说 比如说要把那个椎骨都排起来 把椎间盘在中间 然后用重力去打击这个三个结构的话 一般那个椎骨的软骨都受了损失 然后这个椎间盘还不一定会有这个损害 那这个椎间盘就是是一个像胶状体一样的东西 就是在那个一节一节脊椎之间 之间的一个缓冲 对 那它这样牢固为什么会经常有 肩椎盘突出这样一个疾病 对 大家现在觉得就是说一般来讲 这个本身这个身体的结构改变了 一个是可能它有退行性变化 有一些微小的创伤 那个纤维环 椎间盘有一些退行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变成一个比较脆弱的结构 那椎间盘那个纤维环可以破裂裂缝 那里边的这个胶状这个水核物质就可以从里面突出来 或者是更加严重就是拖出来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 就像这个胶状体有点泄漏一样 泄漏 然后最后就滑出来了 滑出来以后它就会造成疼痛吗 滑出来以后因为它是一个对你身体这个周围的软组织的一种刺激 所以它可以压迫在边上的神经跟上 造成这个比如说腿麻或者发热发冷 或者是压迫到这个运动神经 那它就可以造成这个下肢无力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周围的炎性水肿 又造成腰背的这个部分这个肌肉的筋软和疼痛 那它多发的部位在哪里 一般来讲最多发的在两个部位 第一手发的是在腰椎间盘 在这个第四第五 还有第五和这个 下面那个S1 这两个比较常见 然后从了这个就到颈椎了 颈椎的下段也是 这个第六第七之间 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椎间盘突出的部位 这个问题经常会 其实我也有朋友或同事说 有这个椎间盘突出非常疼痛 那么像这个 这个是就是说一个是年龄老化 一个就是说可能是磨损 还有一个就是外伤这样引起的 那么像它这种 现在人通常以为是老化或怎样 是年龄比较大 可是现在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是为什么 这个椎间盘突出法 实际上发生比较多是在青壮年 因为老年呢 它是退化以后 这个中间的这个水和这个胶状值 实际上比较的就是干掉了 就是它要突出来 反而不是那么容易 那青壮年 尤其是在就是负重啊 做这些体力活动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造成这个纤维环的 这个一下的断裂 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 所以在青壮年是确实时间比较多 青壮年是说现在是三四十岁时间 对 你超过了五十岁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退行性 就是椎间盘退行性变化 这样子的情况比较多 那么现在有人说就是说 因为现在一些白领啊或怎么样 就做办公室的时间很长 也会这个腰疼 那这是不是腰椎盘突出呢 可以有腰椎间盘突出 但是也可能是别的 比如是做的姿势不好 那肌肉局部的肌肉筋卵 这个也很多 你说的这个情况挺有意思 就是有人可能开长途 汽车开六七个小时 忽然起来这个腰就椎间盘突出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是像这样呢 一般就是它本身可能 平时这个腰肌的这个锻炼 不太够 那么韧带和肌肉 就是维持这个椎间盘和椎骨之间的 这个结构的这些 边上的支持组织 没有这么强壮 对 那这个跟肌肉也有关系啊 跟肌肉的强壮 对 肌肉和边上的韧带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加强这个